YOU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各位觀眾 在前些陣子呢 曾經有拍了一支影片 是這個 葬壽司不吃壽司 然後後來呢 我們又拍了 鼎泰峰不吃小籠包 然後呢 就在6月14號的時候呢 看到了6月15號 這個在大阪非常有名的連鎖 回轉壽司店呢 壽司郎開幕了 所以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吃 壽司郎不吃壽司 但是呢我完全還沒有看過壽司郎的菜單 所以 詳細會吃到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個人其實蠻期待 因為其實上次在 葬壽司不吃壽司的那支影片呢 我其實覺得他們 壽司以外的東西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呢我個人也是蠻期待 今天我們這個 壽司郎不吃壽司 究竟他的表現會如何 那如果呢有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這個呢是我們 這個剛剛抽的3.5分左右抽的號碼牌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4點17分 但是呢我們剛剛聽了他還在960幾號 然後我們是182號 也就是說他他說他到1000號之後呢 才會再開始從1開始輪 所以我們就大概還有40幾加182號 大概還有200多號要等了 193號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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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 我們等了大概現在時間5點 將近2個小時啦 然後 剛好有人在旁邊側拍 有一點害羞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點了 兩個東西 4個東西 茶碗蒸 台灣拌麵 還有這個葡萄沙瓦 然後跟唐陽雞 然後我剛剛看了他們的那個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是 它上面寫 350公尺 就是好像是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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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碗蒸跟茶碗拌麵 剛剛還沒跟他講完就是 他有一個很特別是 350公尺之後 壽司就報銷了 聽起來好像 會不會有點太浪費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們那個是 為了要保持食材的新鮮度 所以他們有設定一個就是 你那個壽司在轉盤上面 可能轉350公尺 他們覺得那個食材就不夠新鮮 所以就會 直接把它下架爆肥掉 那我們就先來 吃吃看我們的這個 台灣拌麵 這個應該是什麼樣的拌麵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他用的細麵 是那個有點像拉麵的那種細麵 然後裡面有很多 蔥段 蔥花 然後還有一個青江菜 有一點像是 淡淡麵的感覺 一點點辣 然後味道有一點重 我們來吃一口吧 辣麵的麵條 哇 好辣 這有點辣 這如果是不吃辣的人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辣的後勁很強 其實就是辣淡淡麵 但是 我覺得它應該是偏日式的口味 就是以台灣人的口味來說 它是偏鹹的 對 但是以我個人來說 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重口味 蠻辣 鹹度蠻鹹的 一個拌麵 如果你是比較能夠吃 日式口味 然後比較能夠接受比較重鹹的 再點這一道 好不好 剛剛我在吃那碗麵的時候 超級害羞 因為他們一直在旁邊拍 嗨 他們說好像是 只會給那部原本看 所以大家也看不到 然後呢 剛剛吃完那個重鹹呢 我們來一口這個沙碗 好不好 他們的葡萄沙碗 啊 就葡萄沙碗 再來 茶碗蒸 的部分 壽司店 雖然是賣壽司 但是我覺得 茶碗蒸 也是壽司店非常重要的一環 但是呢 我們的雞塊也來了 雞塊默默的來了 有沒有 雞塊也默默的來了 那我們先吃蒸蛋 等一下再吃雞塊 來喔 我來幫大家試試看 他們的炒碗蒸值不值得點 因為畢竟它也是 價格比較貴一點 它跟其他壽司比起來 它一個六十塊 嗯 我喜歡 嗯 其實蒸蛋沒什麼好講 但是就是我喜歡的口味 剛剛好的口感 剛剛好的鹹度 鹹度很適中 所以他們的蒸蛋我覺得OK 雖然比較貴一點 但我覺得可以 可以一點 嗯 各位 我剛剛發現 在蒸蛋裡面有一個很掉的 超大干貝 再來我們來吃吃看他們的 唐揚炸雞 來 いただきます 炸雞我覺得還好 是不會到難吃 但是 普普通通 就是粉有點多 然後 雞肉感覺沒那麼紮實 再來我們麵類的第二種 它有兩種麵 有烏龍麵跟拉麵 然後剛剛的那個乾拌麵 它是算在拉麵的品上裡面 那我們現在來的這個是 炸蝦烏龍麵 我們來吃吃看 先從麵條開始好了 嗯 嗯 非常清爽但很濃郁的湯頭 烏龍麵有紮實的把湯的精華 吸收到麵條裡面 先來喝喝看它的湯頭 喔 好喝的烏龍麵清湯 這個湯就是 你可能吃一些 油脂比較豐富的鮭魚 有沙拉 富含在壽司裡面的 那種吃久了會膩的時候呢 適合來一碗的這個湯 在最後吃吃看它的雜蝦 雖然說它的雜蝦 可能浸泡過它的那個 外皮裹的粉 嗯 會沒有口感 但是 沒辦法 嗯嗯嗯 它的蝦子吃起來是扎實的 它的雜蝦我很喜歡 我覺得它的雜蝦天賦油應該也不錯 但是因為我怕 待會吃不完 所以我們就 不點雜蝦天賦油 所以才特地點這個雜蝦烏龍麵 然後一次可以幫大家試試看那個 那個 雜蝦的部分 天賦油的部分如何 雖然它是泡過的 這個雜蝦 但是 吃起來的感覺 是可以聯想到 他們的雜蝦應該是一個 不錯的 不錯的附餐 各位雖然說我們今天是 壽司長不吃壽司 但是呢 因為他們剛好有 特價大放送 有這個 海膽 然後 這個我覺得最特別 就是 松葉蝦 然後 它還連著那個 蝦腳殼還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集上 鮪魚大腹 好不好 那我個人是先 從 鮪魚開始 好了 這個我剛剛看到 他們是 好像是從日本進口來的 哇沙米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就好吃的壽司 這個呢 聽說很新鮮 然後也不用沾醬 所以你試試看吧 嗯 鹹味有 甜味也有 這東西是好吃 而且它是生的 但完完全全不會有腥味 在最後 這個海膽呢 其實我個人是 有一點 擔心一點點 但我們還是來吃吃看 這個應該沾一點點醬油吧 來啦 果然還是有一點點 微微的腥味 沒辦法 是那種 超便 然後完全沒有腥味的 但我覺得 應該大部分的這種連鎖店 應該都是這樣吧 登登登登登 呃 各位 最後 差不多甜點了 呵 好可愛喔 我們點了 一個香草冰 然後一個皮力士巧克力冰 它的包裝超級可愛 這個應該是 我可以看到它的原產地 福岡縣 招昌市小田127番地 所以這個是 呃 日本進口來的冰型 我們來試試看 呃 在吃甜點之前呢 剛剛 偷偷拿了一個這個 蟹肉加蟹膏的 呃 軍艦壽司 試試看 不用沾醬 哇靠 有一種會痛風的感覺 哈哈哈哈 超級蟹 味道超級濃郁欸 呃 主要應該還是來吃蟹膏啊 蟹膏的那個蟹黃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強烈 吃完之後 那個整個韻味都還是 就是在你口腔裡面 揮之不去 真的是揮之不去 最後的甜點 巧克力的 它的甜點還有蛋糕 然後也有雪花冰 奶酪跟布丁 有點太飽 所以吃一個感覺 比較不會飽的東西啦 喜歡 不會太甜 是帶有一點點苦味的 巧克力冰淇 我喜歡這種 冰淇很好吃 但是多少錢我看一下 四十塊 嗯 有一點貴 因為 這麼小一個 但是我覺得好吃喔 好 各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覺得他們家的副餐 其實不差啦 還OK還行好不好 覺得那個烏龍麵的湯 很好喝 然後烏龍麵也有 著實的把那個 湯的味道跟湯的精華 吸收到麵條裡面 蠻推薦大家可以稍微點來試試看的 那那個 我們那個台灣拌麵呢 就比較是重口味 所以大家如果要點的話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呃 衡量一下自己的口味啊 如果你平常吃比較淡 然後不吃辣的話呢 就別點那個啊 另外呢 這個 糖尿炸雞的部分呢 我就覺得普普 那大家如果其他 還有吃過什麼副餐 覺得不錯的啊 也歡迎留言在底下 跟我們分享 因為這間店在台灣 也剛開不久嘛 可能吃過的人也沒有太多 不管是壽司 或者是他的副餐什麼的 都歡迎大家留言 分享 好了 那麼最後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先給自己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各位觀眾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 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